目前市面上手机外观是越来越同质化了 开始有巨头尝试通过折叠屏这种方式来改善产品形态 同时随着近年来上游厂商屏幕技术的日趋成熟 也给更多的国产手机巨头尝试的机会 时间来到2022年 几乎所有的厂商都在折叠屏领域有所布局 本次的荣耀V正是他们当中先发的一款 产品表现如何咱们抓紧来看 我们手中这款燃橙色背板采用了橘黄色的素皮材质 左上角镜头组采用纵向排列 官方宣称三体星环设计 三枚镜头共用一块镜片 镜片左右边缘做了3D曲面处理 视觉上更加圆润 也显著降低了摄像头区域的突兀感 Magic V的整体边框均采用了金属处理 合上之后顶部是SIM卡槽 扬声器红外线麦克风开孔 底部是常规的扬声器充电麦克风孔位 双SIM卡槽的内部还做了密封胶圈 视线来到外屏 6.45英寸的OLED21.3-9居中开孔屏幕 2560×1080的分辨率 431ppi的像素密度 最高支持120Hz的高刷新率 并且采用了曲面纳米微镜玻璃工艺 让其本身在减少厚度的同时更为抗摔 亮度方面 外屏手动区域最高亮度是546 自动激发区域最高是918 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 这个亮度数值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也是排名非常靠前了 屏占比方面 外屏实测来到83% 和常规的手机相比 屏占比肯定是偏低的 但如果在专门的折叠屏数据库当中相比 那就是最靠前的了 这块外屏边缘 同背部摄像头区域背板一致 也采用了3D曲面的设计 单手操作外屏的时候 过度十分顺滑 实测整机出厂 自带贴膜的情况下 重量来到291克 这个重量相对于日常形态的机型 确实重了不少 但是考虑到折叠屏品类 其内部设计的复杂性 以及4750毫安时的大电池的容量 在对比目前市面上相似的其他的产品 这个重量应该说表现还可以 厚度方面 实测14.32毫米的和平厚度 这是我们目前测过所有的横向折叠屏机型当中最薄的 而且折叠之后中间的缝隙也几乎不可见 折叠之后左右屏幕贴合的非常紧实 一方面带来厚度的优势 另外一方面在贴合状态下 也可以更有效避免灰尘颗粒的进入 当然这样的设计必须在脚链部分 有着过硬的技术支持 否则带来的后果就是内屏折痕的加深 那么Magic V的展开之后 实际内屏效果如何呢 得益于水滴形态脚链的设计 在吸屏的状态下 如果没有灯光直射 中间折痕的部分还是很难发现的 如果遇到强光反射 那么还是会隐约看到两条较浅的折痕 点亮屏幕之后 折痕会进一步的缩小 而且内屏屏幕上还覆盖了一层 纳米光学膜和AF防指纹涂层 纳米光学膜的作用 可以降低屏幕的外来反射率 从视觉上一定程度上降低折痕的感觉 实际上的效果我们可以对比三星 强光照射下可以看得很明显 我们也尝试着使用指甲用力划过屏幕 可以看到划痕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下凹 相比之前测试的一些折叠屏来说要好了不少 彻底展开之后 Magic V的这块屏幕尺寸来到7.9英寸 什么概念呢 我们直接找了iPad mini进行对比 大家可以直接看到折叠屏和小平板的显示差异 参数方面 内屏10.3比9的屏幕比例 分辨率也来到2272×1984 并且支持最高90Hz的刷新率 显示效果方面支持100%的DCIP3色域 10比特色深以及HDR10plus显示 当然高屏的PWM调光也没有缺失 实测的内屏屏占比来到88.8% 相比较现有产品也属于中上游水平 亮度方面内屏手动最高572 强光刺激激发亮度达到897 在折叠屏的品类当中属于排名靠前的 说完亮度 再来看一下屏幕的像素排列 Magic V的内屏和外屏均采用了 内钻石排列 这点可以放心 不能光看参数我们来点实际的 找来iPhone的13 Pro Max 做屏幕的对比 测试前使用白底图 将机器亮度调到300尼特左右 播放一段HDR视频 来看一下实际显示效果 除了大屏幕带来的显示面积增加 Magic V在软件层面又是如何利用好这块屏幕 首先打开支持分屏的第三方软件 系统会在屏幕顶部中央显示多窗口交互条 点击交互就可以选择应用屏幕的显示方式 比如左右分屏应用到实际的场景 左边可以查找资料 右边可以进行文档编辑 或者左边进行学习观影 右边进行笔记记录 上滑返回主界面的同时 后台也会直接存储当前分屏的多任务状态 不过在分屏状态下 目前还只支持左右分屏 所以部分视频类软件 无法进行左右分屏状态下的全屏播放 除去左右分屏 还有悬浮窗口模式 点击悬浮窗 就可以将当前的页面 以悬浮窗口的形式显示 而且这个模式支持在 已经分屏之后的应用上面 同时再显示两个窗口 在悬浮窗模式下 可以任意挪动显示位置 上滑关闭下滑全屏 也可以点击悬浮窗上的按钮 将程序最小化至屏幕左右两边的 多窗应用栏内 方便随时调出 经过测试 编栏里面目前支持 最多10个程序的暂时存放 方便你悬浮窗调出 除此之外 还可以在多任务界面当中 点击软件右上方分屏按钮 进行悬浮小窗的调出 或者从边框向内滑动停留的方式 来打开智慧多窗应用栏 拖动应用图标 就可以进行左右分屏 或者应用悬浮小窗 在智慧多窗应用栏里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替换或者增加应用 方便常用应用的及时调出 在购物类软件当中 可以实现类似平行世界的功能 左边滑动笔架 右边查看商品信息 与此同时 跨PC多设备互联 多屏协同荣耀分享等 全场景智慧体验内容 本次RailMagic V也是全都搭载 相机方面 Magic V本次内外 前后一共5枚摄像头 后置三摄分别为5000万广角 5000万超广角 以及5000万的光谱摄像头 内外屏均搭载了前置4600万的摄像头 不管你使用内屏还是外屏 都保证了前置拍照的一致性 接下来我们看几组样张 白天主摄样张当中 整体画面冷暖分明 阳光直射处和暗部的层次 区分较为明显 放大看远处细节 得益于像素优势 细节和清晰度方面 不用多说 超广角样张当中 整体观感不错 也许是测试机固件的原因 天空部分出现了轻微的断层 放大来看远处细节部分 锐化失重 并没有像隔壁锐化那么严重 在长焦样张当中 整体画面表现一般 放大看远处细节 可以明显感到AI算法的痕迹 视线来到夜景 首先在光线较差的环境下 超广角夜景这组样张当中 画面细节明显要更多 另外第一眼的观感 是要好于隔壁 暗部也有所提亮 灯光部分也有所压制 第二组主摄夜景的表现也是如此 在均未开启夜景模式的情况下 荣耀Magic V的画面更亮 观感更好 但同时噪点部分也更多 二者在开启超级夜景之后 结果也显而易见 荣耀的画面亮度进一步的提升 整体更为讨喜 放大看远处天空部分的噪点也更多 性能部分 本次荣耀Magic V同样搭载了 全新一代骁龙8处理器 当然了我们手里这台还是早期的工程机 测试部分仅供参考 直对屏不重于常规的机型 主打也并不是玩游戏 但是根据大家想要的需求 我们还是简单测试一下 现有的主流游戏的显示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 在和平精英手游当中 对比常规机型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 在保证左右画面显示一致的情况下 折叠屏的上下视角明显要更宽 而左右部分并没有因为 屏幕比例的原因进行裁切 也就是说和平精英当中 荣耀Magic V在没裁切的情况下 增加了一部分的显示面积 上下的敌人没看到你 你可以看到他们了 当然目前还是测试版的固件 游戏也没有做适配 我们使用内屏玩游戏的时候 画面边缘会有轻微的锯齿 实测显示分别率是824x720 但是当你合上内屏的时候 锯齿会消失 整个显示质量会有所提升 分别率来到720x1074 游戏当中设置为HDR高清 画质极限帧率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简单试一下 最终平均帧率是58.8 正面温度最高39 背面最高38.9 当然再次强调 这只是测试版固件的情况 具体要等待后续正式版固件推送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测试 在《王者荣耀》当中 可以看到画面上下视野增加的同时 左右画面的裁切明显 如果合上屏幕使用外屏 游戏左右的视野相比 叫常规手机稍显大一些 而在卡牌游戏当中 炉石传说 目前荣耀内屏暂时还没有完全适配 卡包等按键在翻开内屏之后 裁切至屏幕外 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待产品正式上市之后 再看最新游戏和最新固件的适配情况 在充电方面 4750mAh的电池 配合66瓦的有限超级快充 从0-100%实测5分钟 25% 10分钟43% 半小时91% 充到100%一共用时43分钟 最高功率53.38瓦 对比之前测试过的横向折叠屏机型 充电速度和功率都是排名靠前的 在续航方面 300nit亮度 默认显示模式 全程使用内屏的情况下浏览网页 录制视频 观看视频 玩游戏 一共5项测试 最终剩余电量36% 这个表现中规中矩 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几年的发展 目前折叠屏形态的手机品类越来越多 国内厂商们持续发力 将折叠屏这一品类 逐渐带向大众的消费者 价格方面 也从几千元覆盖到2万元 对于购买折叠屏的用户来说 更大的显示面积 更方便的交互逻辑 更快捷的分屏方式 以及部分商务场景的实用性 才是你真正购买它的理由 当然 折叠屏生态的完善 其实更多要依托于 平板电脑市场的回暖 我们也期待 软件生态市场越来越完善 让广大的平板用户 和折叠屏用户都能够受益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款 荣耀Magic V的详细体验内容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